妈 勇士和骑士到底谁会得冠军 同学都不跟我玩 我讨厌上学 公司调我去别的单位工作 可以拒绝吗 下载NP3音乐自己听 会不会违法呀 法律 食安 心情 运动 您关心的话题都在11.543 欢迎收听吃货543 我是胡祥华 最近我们发生民众到美式卖厂 购买义美鲜乳 回家之后却发现变质的消息 一向被民众视为食品业模范生的 义美发生这种情形 其实还蛮令人意外的 那么在天气逐渐变热 鲜乳的保存是更加要被重视了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这个荣幸 能够访问到台大动物科学系 陈明汝教授来谈一谈鲜乳的 一个食用安全的问题 陈老师您好 胡佳姐您好 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老师您觉得这一次 这个义美鲜乳变质的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源头去开始吗 基本上因为他们自己 后来有做生菌术 生菌术并没有超标 就是菌术没有超标这件事情 那几个可能都有可能 第一就是因为天气渐渐热了 那源头的生乳的生菌术 如果高起来的话 那因为它用的是低温杀菌 所以在保存上面 温度就变得很重要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 当然也有可能是后面的冷链 不完全是消费者 它的运输过程啦 或是保存的 就是放在卖场架上的那个温度啊 还有消费者拿回家 放太久 然后开开关关冰箱 然后拿进拿出 这些都有可能是 牛奶变质的原因 老师刚刚您提到说 这个低温杀菌的问题 这个低温杀菌对于鲜乳来讲是 它是一种方法 那国内用这种低温杀菌的 这个鲜乳的产品多吗 老实说不多 大概90%都还是用那个 我们常听到UHT超高温杀菌法 大概120到130度C左右的温度 短时间的杀菌 那样才可以再把 几乎百分之百的细菌都可以杀掉 只剩一些包子可能杀不掉之外 其他都可以杀掉 对 那就是在温度变动比较大的时候 是比较安全的 对 那这个低温杀菌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定 大家的想法都一定是说高温才能杀菌嘛 那你低温怎么可以杀菌呢 它其实也不是真的很低温啦 那低温杀菌其实有分几种 那么一般来说 在台湾从65度C30分钟到70几度C几秒 到医美用的大概是80几度C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些都是跟我们刚才讲120 130度C杀菌比起来 它算是比较低温 所以它们叫做低温杀菌 对 那这个低温杀菌它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参取低温杀菌 基本上其实在美国或是在其他欧美国家 很多人都用这个温度在做杀菌 主要原因是它这个杀菌对于就是风味 还有蛋白质的破坏会比较少 因为那个温度越高 主要就是牛奶里头大家都会听到有什么免疫球蛋白啦 毒铁蛋白 那这个占牛奶的比例其实不算高 大概只占大概20%左右 那但是它在80度C以上可能就会有些变性 那变性对营养可能没有差很大 但是如果你本来要那个什么免疫球蛋白那些功能 可能就有些差异 那再加上口感其实更接近生乳的一个口感 那所以呢 在很多国家它会用这样的杀菌方式来杀菌牛奶 所以这个低温杀菌的口感是比较接近生乳 那像高温杀菌就是比较属于比较浓稠吗 对比较浓稠 所以主要的浓醇香其实跟你的温度有点关系 可是高温杀菌像老师刚才提到的一些 可能比如说我们希望的这个乳铁蛋白等 它可能它的就会稍微被因为温度的关系被破坏掉 可是高温杀菌它的好处就是 它只能确实的达到杀菌的效果 没错 主要是因为台湾啦 因为台湾的温度 就是台湾夏天很潮湿很热 然后再加上台湾的冷链不够好 所以冷链不够好就是在一般来说在乳肠里头 应该就比较没什么问题 然后可是你运送到卖场 你一般来看 你看那个一般Saven或是他们是开放架的 开放架你温度要维持7度C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消费者的习惯 常常带着牛奶或什么肉啊 这些东西就是在逛卖场 他没有马上回家那习惯 那所以那回到家呢 又又一罐就是一罐大奶 然后喝很多喝很久开开关关 所以这些其实让我们比较不太适合用低温杀菌 对 所以事实上像台湾这种比较属于热带国家的环境当中 其实这个低温杀菌应该是最好是比较不太适合的一个地方 老实说其实我们会希望台湾能够用这样的杀菌方式 那但是有些东西就要做到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源头那个牛啊 牛就是要把它养得很健康 让它本来的菌就少 因为台湾现在就是最高 就是你要做鲜奶 那个刚榨下来那个牛奶啊 它的生菌数是不能超过每cc10万个 对 那但是越低越好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种低温杀菌奶的话 它的源头的这个生菌数最好在一万两万 不要太高 因为你要是越高 你需要越多的热去把它杀掉 那所以你要是刚开始就比较低的话 那所以牛要养得很健康 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后续的加工 那加工过程里头 那个环境最好就是 落成越少 落菌越少越好 那加工完之后 后续的冷链就从 从这个包装以后的整个出厂 到消费者端 它冷链最好都还是能维持在 七度C以下 以前最好是四度C 不过现在至少七度C以下 要能够维持 这样的话 如果是用这个低温杀菌奶的话 我是觉得是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要有这么多的住 所以台湾就很少 台湾其实现在有的有几家 但是那几家 它总是用低温 它还会像我们台大 它就保存期限只放七天 因为第一我们比较近 我们奶也比较少 那当然也是 因为你放越长 就是变成风险就会越高 然后另外也有别人 就是会再加别的过滤方式 就是用磨过滤 又其他的过滤方式来辅助 来辅助只有低温杀菌的不足 让菌素再下降 那这样子才能够再放长久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知道 很多的这个鲜乳厂 他们可能从各个洛农户那边 收集生乳过来 可是各个洛农户 它的生乳的品质 或者它每一个厂的这个 生乳的一个生菌的数量 可能也不太那么样的一样 所以即使说一个品质很好的 一个生乳 然后倒到这个 大虫那里 对大虫那里 其实好像也都会在一起吧 他们现在好的做法是这样 如果说你要再做这种 比较低温比较好的奶 那有人会有的就是大的乳家 他如果收乳收好几十户 那他对针对那个比较好的 他是拿出来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奶 那那那这些奶 他可以去找 就是去找一些 就是专门的专门的车 去收这些人的奶 那他这样就可以把它分开来 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 同样的一个品牌制作 可是它会分成不同的品名 就是我们以为是不一样的公司 其实它是同样的一个乳品公司 对对对 所以它是这样来源不同 对它可以把它来源做一些区隔 所以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 也有人在推一种小落农 就是小农的鲜乳 对小农的鲜乳 这种的他们的 因为他们当然规模比较小 所以会不会在 比如说你的整个的产制的过程当中 就是比较容易 也许会有一些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意外 就是有一些状况呢 基本上小农鲜乳 是台湾现在另外一个 因为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三四个不同的品牌的小农鲜乳 那小农鲜乳现在除了很少数的小农鲜乳 自己有加工厂之外 其他大部分要找人代工 那小农鲜乳 当然小农本身就变得非常重要 就小农你自己的这个牛奶的品质 要能够顾得很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后面找的那个代工厂 也要能够很好 因为你的奶量很少 那你奶量很少 你运到代工厂 通常代工厂 它不会只代工你家的牛奶 对 所以你要怎么区隔 这个奶是你家的 而不是别人家 它是要用时间 或者用什么早上DP 或怎样去做一些区隔 那如果没有区隔好 可能也会混到别人家的奶 然后所以小农鲜奶 就像您说的 小农鲜奶就是 就是它的前端 因为它的检验能力 绝对没有大厂来得好 因为大厂现在都顾名声 所以他们都拼命送外面检查 检查各种什么药材 什么馋 那但是小农那个很贵 那当你的量很少的时候 自己没有检验能力的时候 那如果要外检 那就变得非常贵了 那所以呢 那就变成他们 他的检验频率 可能就没有像大厂这么高 那所以就得要靠这个小农 自己把把关 把这个把关好 然后还要靠那个 他找的那个代工厂的品质 如果代工厂 它不是很好的话 那也可能会污染到这个奶 对 所以会有一些问题 没错 所以这是源头的 我们希望能够有个好的一个 你找到一个好的加工厂 你生乳本身的品质 很好的 加工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帮你保持这个品质 维持到很好 然后最后进到消费者的手上 那其实就是 刚才老师也提到说 其实在这个冷链的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常看到一些 就是冷藏车 或者是这种物流车 物流车有时候 他们会开得很快 可能他们在赶时间吧 也许就是要保存的时间 所以其实是不是说 我们如果希望 比较好的一个 比如说鲜乳的一个 杀菌方法是低温的杀菌 老师刚才说 其实低温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台湾 可能环境上面的关系 但是就是说 是不是他不太建议 说用大瓶的这种的包装 比较不太那么样的 因为你必须要花时间比较长 才能把它吃完 所以最好是 如果你要采取低温的杀菌方法 它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比如说可能是被包装 比较小一点啦 运送的路途不要太长 等等这样子 在这种考虑之下 你再来选择低温的杀菌 基本上低温杀菌 就像您说的 因为它在源头上 它要求会比较高 然后后来的冷链的要求 也比较高 那所以呢 当然就是你是用大瓶瓶装的话 它的风险就会增加 原因就是因为 大瓶它就喝得慢 除非你是很快就能喝完 那大瓶会喝得慢 那它会藏在一下室位 一下就是它会冰箱里 这样进进出出 所以它当然是比较 若是你家不是大家庭的话 不建议 因为它也没省很多钱 我印象里 所以不建议这样 买大瓶的回家 那另外当然就是运输 运输的长短 其实是跟你的运输车 如果你运输车 能够有很好的保冷设备 你自己那个运输车 可以到四度洗 现在很多冷藏车嘛 自己可以降温的 那还好台湾在怎么远 顶多花莲去而已 再不会远到很远很远 要什么24小时的运输 是还好 但是那个运输车 一定要一路的 就是要低温运输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另外还一个 就是在台湾现在 就是大的卖场 它现在可以说你的车 你的冷藏车进去 直接进它的冷藏库 或是冷冻库 就整个车 那个就是往后退 然后就可以到它冷藏库 可是你去到很多的 Saven或是那些 你会看到他们会把东西 要先搬下来 晒晒太阳再进去 就是他们要把货 然后推进去 那如果在夏天 你晒晒太阳 那那些牛奶 或是那些要冷冻 冷藏的这些生鲜食品 可能温度都会回温 对 那回温之后 它放在那个开放架上 那台湾现在的开放架 其实几乎都没有7度C 那尤其在那个灯下面 他们有时候会解 就好像要怎么解冻 还干嘛 你会听到那种 叮叮叮的声音 然后就忽然温度就上去了 就会常会在10度C以上 所以就很多的因素 就影响这些温度 那影响温度就影响到 这些乳品质 或是这些生鲜东西的品质 对对对 那所以做低温杀菌拿 就是虽然它 它就是在 我们就看它的营养价值 或是在看它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些机能性是比较安全 也比较 不是比较安全 比较好 但问题就是 它风险也稍微比较高一点 对对对 因为它的生育数还在嘛 对 可能跟民众消费者 就是你的习惯也有些关系 因为有的人真的就是说 我先把我要买的东西 先把它调到篮子里头 然后再开始慢慢逛 特别是这种乳制品化 可能真的就要 特别的注意了 因为你从开放的架子 上面拿下来 然后你在卖场又那么大 你在逛了一圈之后 它不晓得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再等到你开车回家 或者是你搭公车回家的路途 又要花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说 可能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也要特别的注意 一旦购买的话 应该赶快紧速的回到家 不管是什么加热法都赶快回家 对 不管是什么加热法都赶快回家 而且买回去之后 最好是能够尽快把它喝完嘛 对 然后冰起来尽快喝完 对 但是夏天的牛奶比较贵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大干 大干 动它 比较便宜 也是啊 不过问题就是 还是要考量到这个安全的问题 没错 没错 这个鲜乳的确对于 是一个营养的 价值很高的一个食品 但是怎么样保持它的一个 食用上的安全呢 也是要大家特别的去注意 对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台大动物科学系的陈明如教授 来给我们听众朋友 这个解释 说明这个鲜乳怎么样能够 注意它的一个使用的安全 谢谢陈老师 谢谢您 不会不会 OK 再见 谢谢 谢谢